2023年1月28日,纽约时报放出消息,美国已和日本、荷兰就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 试图在14到16纳米及以下先进制芯片的制造商限制对华出口,拉上日本、荷兰一起搞制裁 老美的算盘还是相当毒辣的,毕竟芯片制造技术非常复杂,最重要的芯片设计商主要在美国 制造商主要在中国、台湾和韩国,制造设备商主要在荷兰和日本 老美的目的很明确,碍于中国芯片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要在你上分的关键时刻拉闸了,显然这已经不是卡脖子,这已经是图穷必见了 相比于日韩这一对哈士奇,荷兰明显是被逼上梁山的 作为光刻机的主要出口国,荷兰起初一直没有公布管制细则 毕竟这影响到了ASML等核企的在华经营,ASML的年产就几十台 你再有技术壁垒,没有市场也赚不了钱 所以荷兰的ASML公司一直在对中国市场表示善意 本着多卖一台是一台的原则,扛了那么几个月 然而面对老美的因为,他们不得不在6月30日之后 对中国的中高端、身子外光刻机进行了禁运 并于9月1日正式实施,反观龌龊的小日子就有点忒不做人了 为了在主子面前表现自己的忠正不渝 他们对协议进行了过度执行 在管制名单上又增加了23项 包括刻石机与光刻胶在内的电子产品与设备 要知道,日本的半导体设备材料约40%的比例都是面向中国大陆的 这种商敌100自损250的行为确实挺日本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理也 如今的大中华早已不再是那头人人宰割的东方睡尸了 你敢做初一我就敢做十五 7月3日,我国商务部联合海关总署 发布了关于对家者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 直接对美日和的半导体产业来了自釜底抽信 当然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要针对谁,因为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是垃圾 根据数据显示,全世界的探民的加的储量共23万吨 其中85%在中国 截止到2021年,我国加的产量为420吨,稳居世界第一 那么这个稳居到底有多稳呢? 排第二的俄罗斯产量只有5吨 第三的日本产量只有3吨 排第四的韩国为2吨 而且全球目前只有这四个国家能生产 你老美就再粗再硬,也不可能上火星去开采家吧 另外一种褶,人老美国内确实也不少 褶的全球储量大约有8600吨 其中46%在美国,41%在中国,10%在俄罗斯 可惜老美国内的褶大多都是于千矿半身的,极难提取 而且早在1984年,美国就把褶列为了国防储备资源 严格限制开采 当然你老美如果不嫌麻烦,摇摇牙多撒点币,自己开采也没问题 前提是等你下了血本,恢复了褶的供应,我们立马开闸放水 再把褶的价格打下去,然后改成了限制其他原材料,你拿什么应对呢 所以即使想投铁,老美也要考虑考虑成本了 所以我国对家褶的管制措施刚出台,之前跳的最欢的小日子先忍不住了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念表示,他不认为中方此举是针对日本的 如果真有此意,他们将通过世贸组织的规则来应对 这老东西的狗叫显然是没有自信了,敢请你制裁我时就该指名道姓 就不管国际规则了,这是什么强盗逻辑 当然,小日子之所以这么快的对号入座,除了自己心虚外,还想着为美国爸爸打打前哨 毕竟事是他挑起来的,最不能让我一个人受吧 其实老灯头看到这个消息也是心急如焚 只不过年纪大了,反射湖有点长,毕竟老美那些均无黑科技 哪一样也离不开这两样原材料,他们不会等着雷达帕窝,战斗机停产驱逐舰喂鱼的 老灯头还存有一个希望,难道世界上除了中国就没人能出口这两种原材料了吗 你还别说,还真有,只不过老灯头听完名字之后,比之前还举望 加和者的全球第二大出口国是俄罗斯,排第三的就是乌克兰,并且屋的两个主要产地 一个位于扎波罗热,另一个位于顿巴斯 老灯头没想到,折腾了这么久,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其实他应该看看历史,看看新中国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的 新中国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封锁中成长起来的,实现了从19200到现代工业体系的跨越 今天的中国由北斗导航系统,天工空间站,歼2000-003航空母舰,055万吨的大驱等等 无不是在封锁下发展出来的,十年后,必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一个 完整的先进芯片设计制造全产业链,无论什么封锁,对今天的中国来说,根本不算事儿